你好,大家好,我是關嘉力醫生,我是精神科專科醫生 其實顧名思義,我們說的一個情緒病 無論他是不是在懷孕期間或者生產完BB之後 成因都是多發性的病因 可以包括自己本身的遺傳因素 例如家族已經有產後抑鬱 又或者是一些抑鬱情緒病的家族史 又或者一個個性當時人容易會緊張、焦慮 或者是傾向有完美主義的個性的人 他們特別容易因為一些環境上的因素 產生了一些焦慮或者一些壓力 令到他們不開心,甚至是一些情緒低落的問題 當然也會兼顧一些環境因素 我們現在說懷孕之前 很多時候有情緒問題的孕婦 他們可能在一個環境上的準備不足夠 例如我們說是否一個預計之中的懷孕 是否有足夠的資源 包括無論照顧小朋友的資源 家人的互助 又或者是經濟上的支援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代 住屋也是一個主要環境因素的問題 而且也非常重要 就是孤婦之間的情緒 或者是他們的感情關係 會不會出現一些在懷孕之前 已經有的一些和諧問題 又或者甚至是一些家人之間 和諧之間的一些糾紛 經常都會導致在懷孕期間 已經出現一些情緒問題 包括焦慮或者抑鬱 至於剛才說的產後 更加重要就是 嬰兒生產完之後 照顧嬰兒上的一個困難 以及一些資源上的一些協助和支援 因為有時有些嬰兒當然會很容易照顧 但是亦都我們知道 生產的過程裏面 剛剛出生的小朋友 是需要家人長時間的照顧 當如果小朋友是特別難照顧 無論是餵奶或者睡覺都不太合作的話 媽媽就會特別容易產生一些負面的想法 而以上的情況 生完嬰兒的媽媽其實是非常之需要 有充足的休息 如果缺乏以上的環境因素的配合 很容易就會在產後的時候 生完嬰兒的媽媽就會出現一些情緒低落的問題 至於剛才你也聽到 我們說的影響其實是涉及多方面的 未生小朋友之前 當然我們會知道 情緒低落會直接影響當事人和他身邊的人 當事人除了一些行為上的症狀 包括他可能缺乏動力 很累自己覺得不舒服之外 亦都會常出現一些身體不適的情況 例如睡覺是我們最常聽到的一些問題 失眠 睡眠不足 又或者不能夠可以 晚上充足睡眠 日後有足夠精神去運作工作 其實都會影響自己的健康 當然對於 胎兒來說的成長也有些影響 一些醫學研究也都顯示 如果媽媽的情緒 或者精神健康是不理想 懷孕期間 小朋友生產嬰兒的時候 會出現早產 又或者一些 叫做我們所說的 非自然分辨的方法 使用的機會是相對會高的 當然生產完嬰兒之後 我們會知道 照顧小朋友的情緒 媽媽的精神狀態 是非常之重要 媽媽健康些 其實各嬰兒也會健康些 亦都會知道 產後抑鬱 很多時會出現一些 叫做過份敏感的 一些對環境的一些理解 很容易會覺得其他人不喜歡她 又或者容易會產生一些情緒喜樂 激動的脾氣 又或者令至她和身邊的人 關係會出現一些很不和諧的情況 以上的情況 都會令到孕婦和 初生嬰兒的媽媽 會出現一些 和人之間相處的磨擦 甚至嚴重的話 會引致婆式糾紛 和夫婦之間的感情出現一些 決裂 甚至會影響到婚姻關係